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解一部动作冒险片,名为《横冲直撞》。 这部电影以每个人最喜欢的英雄道恩强森为主角。 好吧,在我们之前进入回顾,让我给你一个剧透警报。 让我们开始吧。 1993年,突破性技术CRISPR被发明,并立即被用于创造致命的实验。 一只实验是老鼠已经用CRISPR进行了改造,并消灭了全体船员在当前时间登上一个空间站。 克里·阿特金斯博士是唯一的幸存者,他正在联系Energen的高层,创造CRISPR又变际的人,寻求帮助。 Energen首席执行官克莱尔淮登·克尔·威登,要求克里归还又变际样品。 克里回来取样品,但被老鼠怪物追赶。 他到达了逃生舱,但在车站起火时被释放,而老鼠还在里面,但吊舱已损坏并破裂,减压并爆炸,杀死克里。 样品本身起飞并飞往全国各地。 灵长类动物学家戴维斯奥科耶·David O'Karl,带领同事纳尔逊·康纳和艾米来到一只动物的圆圈在圣地亚哥避难。 他们看到了对戴维斯有点生气的猿猴帕沃,但戴维斯轻轻地让他平静下来。 就在这时,一只名叫乔治的白话大猩猩冲了进来。 康纳疯了出来惹恼了帕沃,帕沃一直在追赶康纳,直到乔治把他撞倒。 怕我吓坏了乔治直到戴维斯和他说话。 后来,尼尔森走进戴维斯并询问他为什么更对动物的吸引力大于对人的吸引力。 戴维斯声称这些动物与他有着天然的亲和力。 又遍迹样品在那天晚上开始到达,一个落在乔治的围场里,另一个落在一个附近森林里的狼群,佛罗里达河里的第三只狼。 当鳄鱼吃掉整个样品,一头毒狼被喷毒气。 乔治也被喷了。 第二天早上,戴维斯被请来看看乔治的表现如何。 他们在灰熊的围栏里找到了乔治里面有一只死熊。 乔治胸口有一个划痕,向戴维斯表明他是一个首先被熊袭击的人。 当乔治站起来接近戴维斯时,他转身他几乎有9英尺高。 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乔治被关进了监狱。 这激怒了他,他逃脱了禁闭,在圣所里肆无忌惮,请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 请在下面的描述框中,就在警察来的时候,戴维斯能够把他逼入绝境。 但在他能说服乔治之前,一架直升机从头顶飞过,开始向乔治发射飞镖,直到他昏倒。 伯克带领军队进入怀俄明州的森林,取回右边际样本。 伯克联系了怀登一家,伯克告诉他们集装箱是空的。 小队发现死狼散落在地上,还有一个巨大的爪印在泥土上,随着他们进一步深入森林。 修改后的狼绰号拉尔夫人后当他冲过森林时追踪他们并攻击他们。 小队向他开火,但这是徒劳的,因为拉尔夫将他们一一挑出来,直到只剩下伯克。 他命令直升机向拉尔夫开火,但狼从树上跳了下来直升机坠入湖中。 伯克被拉尔夫抓住,并被活活吃掉。 政府特工哈维拉塞尔,哈维拉索,来到避难所,将乔治送上飞机,并让他远离公众。 戴维斯和凯特也被拘留和审问。 拉塞尔相信他们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而戴维斯相信让乔治上场飞机是自杀。 在检查了戴维斯和凯特的记录后,拉塞尔透露凯特因试图从实验室窃取研究成果而被Energene开除,为此他服务了13月入狱。 戴维斯意识到他在撒谎,因此他无法治愈乔治。 克莱尔在得知狼是什么后,激活了一个无线电频率来呼叫突变动物作果。 鳄鱼拉尔夫和利奇前往位于芝加哥的能源公司,尽管接受了药物治疗,乔治还是设法恢复了频率,并开始醒来向上。 他一怒之下爆发,摧毁了笼子,并继续造成严重破坏。 乔治当戴维斯介入时,他正要杀死拉塞尔,而乔治只是设法将他打昏。 飞机的涡轮发生故障,他开始下降。 当飞机坠毁在地球上时,戴维斯为自己,凯特和拉塞尔系上降落伞,然后他们将自己从飞机上弹出。 当三人到达时,他们发现乔治在坠机事故中幸存下来,正在前往城市。 根据他对凯特的了解,戴维斯表明他不信任他。 他透露,在他为Energen工作时,他的兄弟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他希望CRISPR可以治愈他。 直到他意识到克莱尔正在使用CRISPR开发危险武器。 凯特试图带着他逃跑,但被逮捕并入狱。 戴维斯,然后解释了他是如何找到乔治的。 偷猎者绑架了他的母亲,吓坏了的年轻乔治躲在偷猎者的卡车底下。 戴维斯和他的小队发现他并杀死了偷猎者,就像他们像大猩猩开枪一样。 同时,拉塞尔醒来并感谢戴维斯救了他的命,因此他主动提出帮助他和凯特。 当他们进入芝加哥时,戴维斯、凯特和拉塞尔会见了一只正在密切关注的军事小组关于乔治和拉尔夫。 他们看到动物已经被召唤到城市,并且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控制他们。 于是,拉塞尔协助戴维斯和凯特偷了一个直升机进入城市,因为他们可能是唯一可以制服疯狂的人。 当乔治、拉尔夫和利奇抵达城镇时,城市陷入混乱,怪物们互相对抗。 当大卫和凯特到达时,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变成一片废墟。 两人随后赶往Energy寻找解毒剂,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做不到自行阻止他们。 在所有的混乱中,戴维斯能够降落直升机,他们冲进大楼。 他们设法找到了解毒剂实验室,但威登一家先找到了他们,布雷特绑架了他们。 克莱尔告诉两人解毒即只会减少动物的加强侵略,而不是将他们恢复到正常大小。 在带走凯特之前,他拿起左轮手枪,朝戴维斯的腹部开了一枪。 怀登试图登上他们的自己的直升机带着他们的化学品和凯特逃离,但怪物开始爬塔。 乔治到达顶部并砸碎了直升机,速使布雷特逃跑。 看来凯特的时间到了,但受伤的戴维斯赶到了现场。 他迅速转移乔治的注意力足够长的时间,让凯特取出一瓶解毒剂,放在克莱尔的包里。 随着解毒剂安全凯特打了克莱尔,把他推到乔治的路上,让他抓住他吃掉了他,以及解毒剂。 与此同时,布雷特正在出门的路上遇到拉塞尔,刚刚进入大楼的人。 拉塞尔告诉他,如果他想自由,然后他应该交出装有他研究的笔记本电脑。 布雷特欣然接受并冲出门外,只是被落下的碎片碎片杀死。 戴维斯和凯特等待治疗生效,拉尔夫和利奇也登上了顶峰。 戴维斯和凯特登上威登斯的直升机,以保护自己免受碎片的伤害和破坏。 但在直升机起飞之前,摩天大楼倒塌并坠落。 然而,戴维斯和凯特设法活了下来,乔治从灰烬中复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自己。 另一方面,拉尔夫和利奇仍在造成严重破坏,因此戴维斯和乔治决定是时候制止他了。 军方计划采取致命行动结束所有骚乱,但这意味着乔治会陷入交火,所以凯特去找拉塞尔以某种方式推迟即将发生的袭击。 与此同时,乔治与拉尔夫和利奇对抗,他把拉尔夫扔了出去,但是狼能飞也能射羽毛笔,利奇的皮肤几乎坚不可摧。 所以,为了帮助乔治,戴维斯设法欺骗拉尔夫滑向他,只是让他移动,导致拉尔夫飞入利奇的路径。 拉尔夫被掐住喉咙,咬下他的头,吞了下去。 乔治试图打利奇,但他对他来说太强壮了,他把他扔到一根杆子上,刺穿他。 戴维斯眼看着乔治陷入困境,再次跃跃欲试,将手榴弹带扔向Lizzi的脖子,并试图用直升机的大炮将他击倒,但他几乎没有刮到他。 利奇追上戴维斯并靠近,直到乔治拿着杆子跳到空中,把他砸进利奇的眼睛,穿过他的大脑,杀死了他。 在目睹了所发生的一切之后,军事上校叫停了罢工。 乔治似乎因受伤而虚弱,似乎要死了。 每个人看起来都伤心欲绝,但突然乔治似乎动了,原来他是只会逗乔治。 众人松了口气,英雄们开始离城,不确定乔治,那他是否会成为他的新家。 今天就到这里了,下期见,到时候订阅我们的频道,并点击那个铃铛图标,以随时了解我们所有未来的视频。 下一篇见。 请喜欢并订阅这个频道,请在下面的描述框中捐赠以提供您的支持。 谢谢你。